嗨朋友们我是鱼啊 那我现在呢 在鸿蒙生态千番起航仪式的发布现场 那一会儿呢 余总就要跟我们分享一些 关于鸿蒙OS NEXT的一些新进展和新动态 那其实呢 在上午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还是有非常多的惊喜在里面的 这个呢 卖个关子 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聊 现在呢 先跟随我入场 咱们听听余总怎么说 OK 那听完了余总的演讲呢 也听了一下午的分享啊 然后结合我们上午的这个体验和分享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它最核心的变化 就是完全踢出了安卓的代码 这就意味着 它终于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系统生态 但同时呢 它又是非常具有一个延展性和包容性的 整套的系统弹性很大 那所以对于开发者而言的话 它一次的部署 就可以支持多个终端产品 就可以极大的降低它的研发成本 因此可以节省它们的时间 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呢 我可以在所有的设备和产品上面 体验到相同的系统的体验 那这对于一个全新的系统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于消费者们保证了它们的体验统一性 而这次的鸿蒙新核版本呢 将会带来六个原生体验 那在上午的DEMO环节呢 重点呢是给我们介绍了精致安全和智能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点 首先是新体验就是这个原生还是非常精致的 作为一个颜值档啊 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对于系统的审美设计 还是非常有要求的 那么这次体验下来呢 鸿蒙的新核版它可以在原生的这个设计上面 会更加的精致化 怎么讲 比如说它这一次呢主打的是对称式的中式美学设计 包括全新的锁屏界面 全新的控制中心 它整个的UI都做了重新的设计 我的实际感受呢 就是整体的更加的精致高级有设计感 那这个对于很多的新用户来讲 一定会是一个比较惊喜的一个状态 同时呢 它系统中啊 也用了大量的动效来提升视觉的效果 比如说点击控制中心的操作按钮会有光效反馈 那为了加强空间的层级关系 系统引入了全局光照 还有实时空间模糊效果等等 给大家分享啊 上午有一个演示呢 是当时正在播放视频 这个时候我下拉控制栏呢 它整个后面的这个模糊的效果 都是实时在渐变的 还这一点的细致呢 确实在当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系统UI上面 根据我们的体验来讲 它并不是说啊 更改几个壁纸啊 这么简单 而是真的是由内而外 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升级 所以这一点还真的是非常期待 那后续拿到正式版本之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做小气的一个测评 还有一个呢 就是隐私安全啊 隐私安全上面呢 鸿蒙星河版让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它改变了一种新的方式啊 它不是来管你要各种权限 而是在帮你管理数据 怎么讲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三方应用调用相册嘛 正常系统会找你要相册的权限 对不对 让应用直接防御你的相册 但是呢 在鸿蒙星河版上 系统不会找你要这个权限 而是通过调用相册的系统组件 让你来选择 这个组件啊 是完全独立于相册的 你在组件里选择照片之后 它就会只给应用这张照片 整个流程啊 跟之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是应用的目标变了 系统呢 相当于充担了这个应用 跟用户之间中间人的角色 那同时呢 这个管理也包括像我们的 这个下载的内容啊 包括我们的联系人这些 总之呢 就是鸿蒙星河版啊 不再需要应用 直接去访问用户的隐私和敏感信息 那从而从源头上 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隐私 下一个新体验呢 是原生智能 那鸿蒙星河版呢 相当于把这个智能能力啊 以空间的形式开放给了开发者 也就是说开发者只需要一行代码 就可以获得他的一些智能能力 哦 这个我觉得开发者一定是非常愿意看到的 怎么讲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相册抠图这个功能 已经很常见了 对吧 都是在各家的系统相册里实现 对不对 那在鸿蒙星河版中 华为就把抠图能力 做成了单独的空间 应用在调用这个空间之后呢 直接在应用中就能实现 和在相册中一样的系统级抠图 这样的能力空间呢 还有很多 比如像图片搜索啊 内容朗读和视觉的识别等等 开发者呢 可以根据需要单独去调用某项能力空间 那这样呢 也会让使用的体验更统一一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原生用到底数量多少 说是自己一个独立的原生的 一个新的系统 那如果我们用上去发现 没有什么应用可支持 确实也蛮尴尬的 那这一点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信息 现在呢已经有超过200家头部的应用 在加速鸿蒙原生的开发 同时原生应用版图也基本成型了啊 说实话 我在这场活动上 真的是感受到了华为 对于原生应用开发的一个重视程度 真的是又出钱又出力 药星计划超过70亿亿的人民币砸进去啊 再加上每个月会培养10万家的鸿蒙开发者 那我觉得鸿蒙生态原生应用的未来 是看起来非常明朗的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全部体验到 鸿蒙星河版的特性 但是根据我们今天下午所看到的 Demo和听到的信息来讲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因为这意味着什么 大家想 华为Mate60的发布意味着 华为完成了硬件的独立 而鸿蒙星河版的发布就意味着 华为也终于来到了软件独立的关键时刻 这个如果放在我们整个的科技发展史中 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甚至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因为麒麟加鸿蒙这不仅意味着 我们要有中国心 我们还要有中国核 这样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把这个自主权 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虽然我们知道这条路真的是充满了坎坷 非常的艰难 但是一定要有人走这条艰难的道路 而我相信伴随着千番起 鸿蒙生态大势一定 满天的星光终将汇成星河璀璨